高雄最近夜空是很精彩 昨阴万年祭在莲池团举行开幕晚会 由郑宗艺术团内门顺贤工宋江镇的领头萨 带领伙师进场安座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亲自到场为伙师来点金 响应爱情产业恋 今年莲池探旁新秀了爱你一万年的灯区 韩市长邀请亲女们丽临赏灯 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伙师开光点金 祈求保佑平安 也宣告为期四天的左营万年祭正式展开 已经迈入第十九年的万年祭 正好又适逢国庆假期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感受 万年祭的热闹欢庆 有传统的雅辉塞 公炮城议阵的表演 今年特别我们在莲池坛旁边的布置了龙虎塔 还有春秋阁北极亭灯区 非常适合全家一家大小共同出游 另外还有一个爱你一万年的灯区 欢迎各位情侣 一定要历临爱你一万年这个灯区 已经成为高永市最大型文化活动之一的左营万年祭 每一年都有新亮点 今年除了有设置情侣登区之外 伙师的设计更是别出心裁 以传统记忆功法结合金木水火土五行色彩 在活动期间出巡住驾各庙宇 虫壮威武的外形同时也象征富贵 保佑每一位市民平安喜乐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雅灰塞 气势得非常的雄壮 然后希望在活动期间展览 能够保佑我们高雄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雅火师公炮城义政表演 当然还有舞台活动 有古早味的妙城记忆 也有现代感的乐团表演 韩市长也邀请国内外游客和市民 把握国庆四天廉假 一同来莲池坛感受万年祭的魅力 港独新闻中复报道